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经典片 四个声音 欢迎大家 寻找到自己心目中 心心相惜的音乐合伙人 要抢的你们知道吗 但是 颜亚伦 四个字 叹为观止 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画得非常自然 这首 有闻到一种幸福的滋味吗 推荐金曲 还是要幸福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话 对三位导师说 是该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第二期节目中 飞行合伙人来势汹汹 综合之声愈发胶着 对三位导师说 究竟哪组神星合作 能获得本场推荐金曲 今晚 让经典之声叫醒你的耳朵 大家好 这里是浙江卫视2020年 一季度为你诚意奉上的 大型音乐历史节目 经典天气的声音 今天到场的第一组飞行合伙人 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深情款款的舞台 掌声有请 哈喽 上午好呀 大家好 我是王兴 带着你 等待你默默迷惘 大家现在一提到低音 动出来的两个字就是王兴 他这种低音非常少有的 而且是很迷人很性感的 我选这个 华阳莲华 我还算是蛮熟悉的一首歌 那我跟谁唱呢 男生女生也不知道 我来第一个吧 不纠结不犹豫 欢要年华 那就欢要年华了 大家好 我是楼亦霄 韩 亦 神 之前我对楼亦霄的了解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 大家虽然认识我是因为演员的身份 但是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歌手 她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 她在去年完成了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就是她一个人唱完了一整部音乐剧 渴望一个笑容 期待一盏尘封 你就刚刚好经过 突然变成交错 目光只能闪烁 狂乱越难掌握 这个歌我感觉不是我的音乐 对 发挥不出来是吧 对 因为她是非常有名的男低音 那我其实属于高音的部分 我担心会有一些打架的成分吧 这首歌我其实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熟悉华阳年华的朋友 可能会带入进来 如果说像很多朋友 没听过的 不太熟悉 或者是没看过这个电影的 因为它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歌曲 对 就能不能有一天表演的成分 我 我其实是反对的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突然加一段表演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让人理解 我们有时候让他们自己 你知道 编排一个类似的乐器 规定情境是吧 对 试试如果不舒服的话 咱们得改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它能在短时间内 呈现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效果 一首好的作品 一定是要 枝末开花结结高 你情绪给到我 我再给到你 我用我的真情实感传达给他 然后希望能在这个节目 做出一首 我所谓自己的金曲 唱响天字金曲 唱响有机生活 让我们进入经典创响时刻 歌曲 期待一阵春风依旧刚刚好经过 突然眼神交错 目光炙热闪烁狂烂月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梦 你心愿承受便奢望闪躲 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很很想你 让我像你无情 每一场云我都 舍不得回避 让我很很想你 让这一刻暂停 都怪这无法让烟花太刺激 我一个笑容 期待一阵春风依旧刚好经过 突然眼神交错 目光炙热闪烁狂烂月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梦 你心愿承烂月难掌握 你心愿承受便奢望闪躲 盼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盼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你心愿承渐 如果那个时候 我有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那个时候 还有一张船票 你愿意替我走吗 让我狠狠想你 让我向你无情 每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 让这一刻暂停 都怪这花园烟花才美丽 让我狠狠想你 让我向你无情 每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 让这一刻暂停 都怪这花园烟花才美丽 都怪这花园烟花 太美丽 能帮你 一宵 我以前就是你的那个电视剧的粉丝 对 他很能打 没想到他好厉害 他唱不好 是 是 是 好能唱 其实这个说来挺惭愧的 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音乐剧 但是因为音乐剧这几年在中国没什么市场 我们就相当于毕业就等于失业了 所以就又机缘巧合就去拍戏了 其实音乐剧一定是会起来的 对 我甚至愿意做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的一朵炮灰 我觉得他们两个上来没让我感觉他们俩特别熟 我感觉你们两个就是感觉都没有准备好 没有把这个能量都放出来 今天娄一萧给我有震惊 我觉得唱得特别的好 但是这个好是因为我内心我是觉得说 一个演员真的可以唱得这么的好的 这样一个比较 然后在王熙这里的话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就像你刚刚讲话的声音的时候 你看我背后的所有的观众就 哇 就起来了 那是天赐的声音 但是我在想说 有的时候如果老天给了你这样的声音 那后面的这些努力还重不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王熙唱歌靠的就是声音 没有更多的 没有 我是觉得王熙声音非常的迷人 一开口其实就已经压倒很多人 但是我发现转key的地方还不够稳 那个转key很难 但是我相信那个难对于一个专业歌手来讲 应该是立马就找到音的 那个地方有犹豫 我评价很犀利啊 其实所说的天赐的声音真的不是说 老天给你的声音 父母亲给你的声音 我觉得是生活给你的声音 通过生活所去改变 唱了这么多年的歌 我觉得我一直是有很大的变化 我大概听懂的就是对胡老师不是很服气 大概是这意思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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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相信能够在这个时代上面 一直可以往前走的是 你永远懂得去自审自己 和有一些需要有一些人 可能讲一些真话 我对那个胡老师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我觉得刚刚胡老师说的都特别特别好 我也受益匪浅 可是你这么严厉 你怕不怕没有人选你啊 我觉得可能节目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 看你有没有人敢选我了 如果每一个人上来的话 他会觉得说 我是来混一下的 那你不要选我 我没空 胡彦斌今天在这立了个旗子 说你要是不够优秀 或者没有准备好的话 要想混的话 不要选我 对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时候 真话来得听起来很犀利 但是还蛮管用的 我在自己学音乐的时候 我都会把自己唱的歌录下来 但是录下来之后 那个play键哦 我不敢按 我不敢去听 不敢听我自己唱的歌 然后后来是逼着自己去 按那个play键去听自己的歌 然后发现 哦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自审很重要 谢谢 我看到我们那个剑赏团那边 这个丁泰生老师在鼓掌 你是什么意思 特别赞同是吧 对 胡彦斌说的 我也是非常认同 王熙一如既往 但我会觉得 他有点入戏太深 他的声音 是他过于自负的内容 所以呢 他会不断地去放大他的声音 我不好说他是好还是不好 我曾经也有想过 就是在自己唱歌的这些年当中 有没有一些遗憾的事情 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 一味着讨好的别人 也许是一种 智商很高的一种表现 其实不是 对 慢慢长大了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真正欣赏你的人 是喜欢你骄傲的样子 但是这是一个合作表演 我依然会认为 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是不搭的 情感方面也是不搭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在技术面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既然是音乐剧 我对他们评语 是他们是说得比唱得好听 就哪怕是短短中间 那个说的那 那个讲话的那一段 其实我觉得是亮点 反而是整个唱的部分呢 反而我觉得 他们其实唱得有点安全 就是比较保险的唱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 各自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成立的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在表演上 可能会稍微不够默契了一点点 我问一下苏导啊 你现在是男主角 你来给演一下 是一个 是一个 调一下戏嘛 欢迎 欢迎 我也要来呢 哦 看 看表情 已经进入情境了 如果那时候 我还有一张船票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如果那个时候 还有一张船票 你愿意带我一起走吗 你心愿成熟 你愿意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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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距离看了一下友朋 他那个眼睛里面 在说话的时候呢 瞳孔略略微放大 然后眼睛开始潮湿 对的 对的 你会看得到对不对 我近距离地看 特别感动 对 你就会觉得 哇 真的是 这是最深爱我的那个人 说的那句话 刚刚那两句台词 其实现在演一下 我觉得感觉挺有意思 因为双方都没有给答案 所以其实要在眼神里面 把答案交代给观众 对吧 谢谢 谢谢苏导 行 谢谢 特别好的表演 谢谢 谢谢 其实我是对这个音乐剧 非常兴趣 我的唱歌 演戏 舞蹈 都是因为百老汇剧 我唱歌老师 Seth Riggs 一个大师 他教过像Michael Jackson Ray Charles 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手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 一直跟我强调 歌手其实就是演员 只不过你的台词 带着旋律而已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 不知道为什么 就行业的一些习惯 就是说你要么就是歌手 要么就是演员 这是两回事 其实歌手都得演戏 觉得这种锻炼 对歌手来讲也是挺好的 谢谢 谢谢 那二位 那二位 王熙 楼一霄 你们要选择的合伙人 是哪一位 三 二 一 王立宏 好 我们先请两个人首选的音乐合伙人 来做个决定 好 这是我的新唱片 请多多指教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公布一下 另外三位合伙人 是否有抢人的计划 三 二 一 打开 CD 博彦斌有没有抢人 空白 对 空白 暂时没有 苏友鹏 有抢 楼一霄 我特别明白这种被演技耽误的好歌声 张绍涵 有人要抢王熙 对 我很欣赏他 声音很特别 对 他那个很低的低沉的声音 我不常见 对 按照规则来讲的话呢 参与抢人的我们的合伙人 被抢的这位歌手 他有优先选择要不要被抢 他一旦同意了跟Angela成为合伙人的话 你选择他 你就失败了 现在王熙啊 必须按照规则啊 要告诉抢你的合伙人 你是否愿意跟他合作唱歌 我们要不要玩一下 要不要一起唱一下是吗 哦 OK 我们这个舞台就是说唱就唱 我有看过你那个影片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那段影片特别 那个嗓音特别的迷人 就包括你刚刚在说话的时候 我确实我觉得我也被迷倒 这是邵涵开始抢人的意思吗 对对对 对我已经在抢人了 好刺激的节目啊 那我们就试试看了 OK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但是我不太确定里面是不是我的名字 求吻吧 我愿意 愿意 哦 这样就被抢走了 抢人成功 恭喜张绍涵跟王希组成了下半场表演的合伙人 谢谢 还有一个全面就是 易潇 要不要和索友鹏组成合伙人 力宏 如果索友鹏一旦合作成功的话 你就落空了 真的就落空了 因为现在王希已经跟别人走了 如果我落空 我就陪胡彦斌一块儿落空吧 楼易潇来告诉我们 要不要和索友鹏组成合伙人 不管这个选择正确与否 反正硬着头皮往前走就对了 你选择的是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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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突行 跟随原来的选择 对不起苏导 没事 没事 现在最大悬念就在我手里 到底力宏当时选择的是谁 3 2 1 王力宏最终选择的是谁 王力宏最终选择的是谁 谁呢 王熙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哥哥 所以少海还是厉害的 你看 他也做了一些功课 他发现王熙也唱过这首 西班牙文歌 他也熟 然后就很直接 用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式 就把人家抢过来 亦霄真的非常谢谢你 你今天 好棒 真的 非常的稳 一的确切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一个 宫底非常扎实的 职业的演员 职业的歌手 楼亦霄 再次为楼亦霄 送上掌声好吗 我觉得我今天来了挺值的 这样的一个表演 又让一些人又知道 楼亦霄是会唱歌的 接下来 第二组 是两代偶像的交锋 是后生对前辈的讨教 他们俩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表演 他们都是为了苏有鹏而来 把你的心 我的心 传一传 小虎队真的 算是我的童年回忆 他们的声音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我爱未来的呼唤 成青春做个伴 陈志鹏 人们说他长得太像张国荣了 小张国荣 从出道开始就是做歌手 然后中间做演员嘛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赶快溜出工具 然后再回来 又是这一次 做回歌手的身份 然后大家又重新听到我们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的 大家都没到是吧 您是第一个到达的 那我是早起的鸟儿 有饭吃 经典声音集结石 那肯定就要抽这些奶瓶了 他唱什么呢 但是唱的同时 我觉得我应该要 认识我的嗓子 哎呦 怎么这个经典有机奶 3.8赫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 水深鞋带型最方便的 这个有机奶 所以我先喝一口 嗯 烤了 田大田后生仔 好像在网络上特别火的一首歌 就只剩最后一个了吧 大田后生仔 大家好我是Ryce 姚琛 姚琛呢 他是Ryce 当中的一员 他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 去年的夏令营里面 很用心的一起走过了三个月 同学大家好 好 你的小眼睛到底应该盯哪 你刚才次先看的哪 我试验看了自己的手 我因为比你更有感染力 我满腹要说的话都没人听到 第一本小教室中 我刚才给你这相机 看到的都是大大大前辈 我就刚出道的一个新人紧张得不得了 老少 老少 我是来自R1SE RYCE的姚琛 你好 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志鹏 别那么尴尬 没有 我蛮期待他 是我的对手 因为毕竟过去都是团体出来 所以我觉得后生可畏 陈志鹏老师跟苏老师差不多 可能稍微温柔 然后暖心一点的那种前辈 是吗 泽郎几西郎二 快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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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哇就是快乐的意思 闽南语太烫口了 就像吃了火锅之后 嘴巴很辣的那种感觉 然后说不清话的那种 你要让我短时间说的很标准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感觉他们很厉害的样子 姚琛这小孩特别有想法 比我当时那个年纪还好 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是我出道以来的 第一个这么大的舞台 对我是一个考验 也是给我的一个机会吧 希望在舞台上 我们都能互相把对方干掉 唱响天赐金曲 唱响有机生活 让我们进入 金电唱响时刻 这个酷 这个酷 一个你的学生 一个多年的朋友 让我们在一起 还有一个个音乐 乐众 一趟一起 version 大学 被打鼓 打鼓 小阿 张响 不驚不驚我不驚 我是后三驾 风大舞大里头大 我就是个爬变 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天蟹 县里很多的乡镇他们都很团结 东节口的路边有很多拿叉点 00后的同学他不会说放言 走流是湿流快忘我整港 这条大路走两方驾驾驾驾驾驾驾 一驾不驾就不驚我是后三驾 风大舞大里头大我就是个爬变 哎 哎呀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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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成来了 回来每一天最重要 我的终极梦想没烦恼 不管生活多累都难熬 I don't care about that 笑一笑 跑一跳跳脚都忘掉 放在热水浴缸跑一跑 这次放慢把生活都没可以充当 I feel so goo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dream A I feel so good when I think you're gonna fly 想关注意识 没关注意识 现在又大城开心和活着出发旅程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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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ake the右 speak Fo I feel so good when I park I have a girl I Shut up C们 We'll bejob I找你 很厲害 往是倒四驟 風大風大裡頭大 我就是敢拍招 走開的就是人 阪亂往幾港 穿到大路走兩麻麻走一走就一棒 不怕 不怕很厲害 我是倒四驟 風大風大裡頭大 我就是敢拍招 唉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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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Aio Yai Aio Yai Aio Ai Aio Aio Yai 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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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陳志鋒 姚琛 大家晚上好 終於 終於演完了緊張感終於可以放下了 對 這剛剛在後台 他一直問我說 怎麼辦他好緊張 但是我不能表現出我特別緊張 所以我就鼓勵他我們就各走各的路就是在後台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放鬆 是的 是的 來來來姚琛你都怎麼叫那個志鋒哥的 我叫的陳志鋒老師 來我現在告訴你該怎麼叫 快叫二師伯 哇塞 二師伯好 還真的是二師伯 因為Rance姚琛是 蘇友鵬 在另外一檔節目裡面的實員 對對對 我去年參加了一個夏令營認識的 收的徒弟 你看啊 就從頭到尾 蘇友鵬都在站著 你一直站著啊 啊 你來了我怎麼敢坐著 不敢啊 那放鬆點那坐著吧 蘇友鵬你現在 看到他們兩個人出現在舞台上的時候 是什麼感受 我覺得你們節目挺狠的 很難選擇啊很難選擇 我一開始我其實眼睛是看這邊的 看到姚琛上啊 姚琛可以不錯 一看這邊哇二哥來了 我一看他我就特別激動 我在台下裡面是真的沒辦法 我一聽他唱歌我就會熱淚盈眶 他剛剛還沒有出他的第一個字 還沒有唱你就已經受不了了 我就看他站起來 已經眼淚都流下來了 我覺得我們來抱一下吧 就是我在演唱會的時候他來捧我的唱 他演唱會的我也去 好帥喔現在好有情喔 不只唱歌好情 謝謝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就聊起來了 我們就聊起來了 我小時候追過兩次星 一次是L.A. Boys 另外一次就是 然後小舞隊 那時候怎麼追 我是去簽售會 不是貨櫃演唱會 是簽售會啊 是簽售會 然後我就看就是 所有人都在追星的時候 我就跟著一起跑過去 我就好想要看到你們 結果你們好遠 結果看不到 這是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 但是今天看到您的時候 我也沒說 別 你 喔你生氣了 對不起 這樣子有點不厚道 您 OK 我也要表白一件事 我也要承認一件事 兩位前輩啊 你們也是影響了我 因為我的第一張專輯 就找了李子恆老師 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這位老師就是幫小虎隊寫歌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有這個榮幸啊 就可以跟小虎隊的一個 作詞作曲人一起合作 我想問陳志彭老師的一點是 你為什麼要來 你感受到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昨天我們在錢彩的時候 他們就在問說 哇 你十年沒上過節目了 我心裡想是我不紅嗎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很多心情的這個波折 你就不想去上節目怎麼了 你就想去做音樂怎麼了 你就好好去生活怎麼了 就是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我出現了 就這麼簡單 前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的新聞 比如說我在走秀的時候 那個照片 大家都會說什麼腰啊 當他告訴我說 這個妝一定要很誇張 我能說不嗎 我能說不穿嗎 不行 做秀場的我 那就是秀場的我 做歌手 要回到歌手的本分 RES 姚琛 能不能說一說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蘇友朋友 其實我就想說 真的真的很感謝蘇老師 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轉折點的一個貴人 因為蘇老師才有今天的這個舞台 我們也是剛出來剛出道 外界會有一些聲音說 啊 為什麼還是不太行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其實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為了證明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可以 對對對 要對自己有自信 外界沒什麼質疑 在我眼裡看起來 你都不停地在挑戰自己 變成更好的自己 謝謝老師 It's a good show 這樣就對了 就看得就很爽 聽得很爽 這種old school跟new school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區隔了 其實我們的流行 有時候每20年30年 老的東西它會變成新的東西 我覺得整個音樂的起身轉 和編曲做得太棒了 而且兩位表演太棒了 太爽了 謝謝老師 好 周永鵬 你現在心中有沒有選擇 或者更傾向於誰 我有點糾結 我有點糾結 音樂建場團 那邊好像在熱切地討論 大家有什麼樣的意見 包括如果你們是友鵬的話 你們怎麼選擇 你們兩個帶給我們的音樂的時候 其實根本聽不見其他的缺點 最重要的是我們跟著你一起呼吸 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一點想要建議姚琛 我覺得你的節奏非常好 可是你的動作稍微軟了 然後他沒有辦法把你想要說得完全打出去 好 謝謝老師會努力 來來來我這邊有這個蘇老師有話要說 我這個 對 因為面對前輩的指點 其實姚琛他向來他們習慣 他一定會都會說謝謝老師 可是你真的錯了 他超炸的 來來來可不可以給我們30秒 給姚琛來一段solo的機會 加試一下是吧 來來來來來 好好好 既然有人說你唱舞太軟 OK 放開來一次 讓我們一起點擊 竟然是一個 450 賢尾 差一些地方 TOD WOW column Clon 我們 住宇 i know it's like me to you and i know wake me a mo sit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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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这样子可以吗 非常好非常好 谢谢黄老师 我其实希望听到我们的二十博 我想唱一首歌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手的歌曲 那直接来吧 我直接来 我就是我 歌歌的歌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我即使说是你 你每天都会让我 你把我来看 你每天都会为我 我来看一个人的烟火 我と说足够的灵责 我 puedes不负 你每天都会为你 2007日 志鹏真的音乐是可以瞬间 把一个人带到另外一个时空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在车上的副驾驶座 开车的就是张国荣 他带了一个长头发 这个扮相是Jean Paul Gaultier 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 给他设计的一个印第安人 这个角色呈现在他的舞台上 希望被尊重 但是那个时候媒体就是觉得说 你这个长头发就是一个反叛 他觉得这个是一种侮辱 因为勇敢的艺人 就是会有这些舆论 加油吧 对 你很棒 对于友鹏来讲 您照哪个选择我们都理解 所以此刻是你做选择的时候 然后把CD交给我 很难选择啊 很难选择 本来应该是苏友鹏 先把这个选择做好 交到我手中 但咱们换一个逻辑 另外三位合伙人 先表个态 你们要不要抢人 我肯定不抢啊 我自己肯定是不选的啦 我也不抢啦 我就丢回去给这个友鹏哥 我的话我也不选 没有人抢 曾经的队友和自己的徒弟 很难选择啊 很难选择 撇开这个情感因素 或是大家的期待啊 就是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艺人 非常优秀的舞台王者 一定要我选择一个 让另外一个人就离开 其实很可惜 对啊 那我这次可以表演两首歌吗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做好选择了吗 我跟要不然我 我还在纠结 我跟二哥商量一下好了吧 你跟我商量一下是吗 对我们其实也都 唱了很多年了 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 所以 其实小朋友他常常 他们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机会 你 OK吗 我没问题 因为跟他合作到 这个大田后生载的时候 我觉得 已经是非常开心了 然后能够把声音在 跟大家分享 也挺快乐的 我收到了 他还是我认识的二哥 非常感动 大气 OK 这样吧 你就直接亮给我们吧 我就不走这个流程了 好吗 你们节目真的很烦人 真的很烦人 三 二 一 陈志鹏 我刚刚那个话说了一半没说完 因为叽叽哇哇对他们很不错 他们未来需要很多机会 也代表他们将将会有很多机会 可是我跟二哥同台 来 我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吧 这个好漂亮 哇 掌声再次送给二位 杨澄加油 杨澄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让我更加地相信自己了 这次回去之后 我要狂努力 狂练 狂学习 争取下一次再见到苏老师的时候 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杨澄韩跟王熙已经有合作了 王力宏虽然做了选择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还要再骑行我这个事情 还有轮空的可能 然后要求非常高的胡艳明老师 祝你好运 那我们对所有彭和陈志鹏 在下半场的合作 就真的是充满期待了 超级期待 对不对 加油啊二位 接下来第三组 这一组应该说是甜美和酷的对抗 是经典和先锋的交融 这首歌应该每个人都会唱 掌声有请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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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余文文 很多人认识余文文是因为前任三 是因为体面这首歌 她自己弹吉他 自己创作 她是很有个性的 她很有想法的 是全是哪 肯定得选一首自己比较熟悉 然后会唱 那就约定吧 我要选这些东西吧 我想选周慧的经典 竟然是跟原唱 你好 你好老师好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周慧 周慧就是真的一个金嗓子 她一开口 天籁 这个声音是绝对的天赐的声音 因为看到经典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选我自己的经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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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声音真的好高 她的key真的比我想象中低很多 史上最高的女高音 跟一个史上最低的女低音 非要把她们放在同一首歌合唱 要怎么去实现这个事情 常常你们两个的拍子不一样 我可能比较习惯晚近一点 我们是边听边去边去磨合 这个挑战是很很高风险的挑战 当然可以继续唱是最好的 唱响尖词金曲 唱响有机生活 让我们进入经典唱响时刻 掌声有请余文文和周慧 和周慧 第一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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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 也说好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一路从泥泥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每当努力 每当努力 怎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 情无间行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需 也答应 也答应永远 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 一个人孤寂 你我愿意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 你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我是真诚 如果你是爱我 倾傻爱你 或计较 你 都相 paid 这个是幻想要和我 情路艱辛 你我愿意能活得往事故事提 别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不及 你我愿意争吵很快要答应 别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及提到公平不够理 我愿意争吵很快要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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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的钟声会放在雨里 她愿意争吵很快要答应 久违的周慧来到这儿 是为了什么 我这二十年来的歌唱道路 走得非常的坎坷 我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发唱片 因为我卡在一个 合约的纠纷里头 在座也有人经历这样子的 都能理解的 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周慧还在 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头 努力地往前走 我不想被遗忘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舞台 天赐的声音 再次地把那些可能 零零后没听过周慧的人 再次地把自己介绍给大家 今天现场我看到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听过约定吧 谢谢 我也想问问 这首歌肯定是 你非常熟悉的歌 但是应该没唱过 对 因为大家印象当中的 余文文好像真的就是 非常悲伤的 然后那个唱死了前任的 那种感觉的 一定是那个方向的 但今天这首约定 真的是非常的甜美的 舒服的一首歌 所以想把不一样的一面 带给大家 其实呢 我还蛮有幸的 去年呢 都分别制作了 这两位的专辑 对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 很棒的音乐人 OK 周慧他们不用讲 OK 经典的声音 经典的歌 也许刚刚在 那个表演上面呢 文文看得出来 是比较像是配角 我觉得也许是 这个歌真的 对文文来讲 不是那么适合 我觉得要不 可能这个歌呢 如果比较 forky就是比较 forky一点 用一把木吉他 然后后面再转成 文文的rock的东西 当然还文文的key 可能跟周慧差蛮多的 但是我相信 那个转key 还是可以弄得很 就是更顺一点 但文文非常有个性 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一个90后的 女生的态度 可当在跟别人 合作的时候 可能也要 有时候要适度地 牺牲一些自己的歌性 才能够让整个 表演更好 这是我的想法 这两个 不可能是一个二人组 一个高高细细的 一个低的 一个粗的 像周慧就没有去 特别把自己 搞得很摇滚 那文文也没有 把自己搞得很约定 很周慧式的这个风格 这个就是 你们两个做了自己 那这个我是 我是非常接受 跟喜欢的 他们两位都是一个 很独特的歌手 没错 可是他们今天 站在台上 他们在合唱歌曲 他们彼此互为唱和 那是不是他们 还是要征求 还是要寻求 某种和谐呢 我觉得 其实合作有 有两种 一个是 彼此非常的配合 然后一加一 大于二 可是也有一种 就像今天 你做你 我做我 就是自己做自己 我觉得其实这个 也是一个 非常有趣味性的 一种碰撞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们两个做了自己 周慧姐有一个地方 非常的专业 在最后 唱清唱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合唱的窍门 你想要两个人 很match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靠近 看着对方的嘴巴 等这个timing 我觉得唱得特别的好 刚才这首合唱里边 我觉得周慧还是保持了 非常高的一个水准的 这么多年过去 还是能够唱得这么好 那余文文今天很酷 但是不够酷的 在于他的音准 真的让我们 都有点惊叹 你们之间的配合 出了一些些的问题 我是这个意思 我一开始也以为说 我们这个节目 是在寻找天赐的声音 如果说今天周慧姐 是天赐的声音 我们如果音乐合伙人 选择了周慧姐 我们只要想 怎么和这个好声音合作 完成好的歌曲 美妙的和弦就好了 那如果我们 不是天赐的声音呢 如果说慧姐的约定 是柔情似水的 我觉得文文的约定 很像是这个时代的女性 更不受约束 更洒脱 更洒 作为90后的我 非常喜欢你的约定 真的 谢谢 再来是我在思考 如果我们在舞台上 没有表现得很好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不值得 被合伙人所选中呢 我唱得不够好 你更应该选我 你教我怎么变成一个 可以在舞台上 唱得好的人 这不就是合伙人来的目的和意义吗 怎么让没有那么完美的声音 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天赐的声音 是不是也是各位的任务之一呢 这是一个问号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音乐作品真的没有好坏吗 作为台上的观众 你如何评价 下边已经表演的这些人 他们之间 哪一个是好的 哪一个是更好的 难道我们都要忽略之间的差异吗 但这个问题 丁老师 我真的要回答你 不是反驳你 你一直在强调 歌手是不是要追求做更好的音乐 是不是要做更牛的音乐 是不是要超越自己 你知道吗 余文文和她的合作 这是比超越自己更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成就对手 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个舞台上天赐的声音 最棒的女主角 真的 谢谢余文文 其实我刚听各位老师们的一些 看法跟想法 我觉得想法跟看法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的 一些方面或重点 但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追求的完美 这到底是自我催眠还是自我毁灭 完美这两个字从来都不存在 对 所以我必须说的就是说 天赐的声音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让我们听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搭配 周慧姐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这么的美 余文文让我感觉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她 她们两个代表两种不同时代的女性 所以我特别喜欢 谢谢 谢谢 现在你们要告诉我 你们两个首选的音乐合伙人 是哪一位 三 二 一 胡彦斌 胡彦斌 胡老师 给你点时间 你选择你的CD里面放哪一个人的照片 我讲点我的那个观点 如果今天这个舞台 它是一个周慧姐演唱会的舞台 我觉得刚刚那首歌特别特别地动人 让我听到的还是原来的那个你 声音依然甜美 歌声依旧好听 但是刚刚周慧姐说 来天词的声音是想要挑战自己 想要有不一样的突破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突破 好像突破的不是太大 这个时代在变化 她喜欢的东西都在变化 如果我们还坚持着在做原来那个自己 那不叫突破 那可能就真的成为远远的经典 我其实跟张大大很像 我很喜欢余文文的那个洒脱件 觉得那个态度是我喜欢的 留在这个时代 好像大家都有公认的一点叫做 好像是创作型的歌手 可以活得更久 虽然说创作歌手可以走得更远 做自己 但我觉得像我不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我有一个天赐的声音 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声器 但我们不应该就没有机会 去走这条路 我们可以把很多人交付给我们的音乐 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也是我 虽然我不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但我觉得我有这样子的责任跟义务 把歌手这个角色扮演好 真的 我觉得纯正的好音乐才能成就经典 就像我们每百毫升 含蛋白质高达3.8克的 经典有机奶一样 好 你选择你的CD里面 放哪一个人的照片 我们首先也要看一下另外三位合伙人 有没有人要参加抢人大战 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很有可能落空的王力宏 苏伟宏老师 三 二 一 没有参加抢人 张绍涵请亮你的CD 没有参加抢人 我现在就比较感兴趣利红老师了 你如果现在不抢的话 那真的就轮空了 我要抢 你要抢 对 周慧就是真的一个金嗓子 他一开口 哇天籁 稳稳反而低 粗一点 他不是天上的 他是凡间的一个声音 王力宏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稳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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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接受不接受王力宏老师的邀请 这对力宏来讲是个生存的问题 不是坚不坚持的问题 我现在想到了就已经很多 我们一定是会颠覆一些之前的男女合唱的东西吗 我是觉得 慧弥宏老师选的未必是我 对啊 要反转了 你选择的是 我要坚持选胡彦斌老师 余文文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选择 胡彦斌音乐合伙人的选择是 余文文 这个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跟遗憾 因为我们两个人 两个女生的音域不同 然后你能够做的改变的变动 真的有限不管是前辈还是后辈 我遇到他们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值得在他们身上学习的一些优点 我有那个礼物送给你啊 你有礼物啊 什么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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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不是经典有机奶吗 藏了一天的经典有机奶 要送给你的合伙人 送给我的合伙人 谢谢 喝奶可以希望我们有一个更纯的这样的合作 真的吗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今年过年过节可以送这个经典有机奶 就会非常的体验了对不对 过节要送礼 送礼送什么 送经典有机奶 非常的期待余文文和胡彦斌老师 能够在下半场有个精彩的表现 好好的跟其他的另外两个表现竞争一下 好吧 非常期待 我觉得我们这个合作呀 肯定是要高调的 对吧 要高调 对呀 当然要唱的调高啊 因为我们的合作就是高调啊 对不对 高调 嗯 雷哥 你倒着走 拍摄不抖呀 当然不会抖的 你知道吗 我这个手机啊 就是OHO Reno 3 Pro 最大的特径 这个防抖啊 你不安心的话 我给你和王晓老师再拍一下 防抖吗 懂 一点不懂 不懂 是吗 很稳 那我们能看看吗 雷哥给你们过来看一下 一点都不懂 嗯 而且拍得很漂亮 还有气场 真的很好看 真的懂 啊 画质也很好 嗯 黎明前的黑暗 听过这首歌吗 没听过 这一次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会需要你那个rap一下 哈哈 你有尝试过rap吗 没有 就是我吧 就是对 讲话很慢 你知道 嗯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性格就是 就是 hold不住有点 可以的 我相信你 哎 祝我们 一切顺利 肯定顺利 嗯 有点忐忑 忐忑 对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唱什么 可以讨论一下 你会唱那个《爱之初体验》吗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今前十天来告诉我 我们来一个 比较trap一点的 《爱之初体验》 而且我想让你教我一些戏剧的东西 我教你一些戏剧的东西 对 但问题是我们要想歌词 然后还要想舞台剧 我们能说编了一个音乐剧出来 还是我们要保一个比较安全的东西呢 做人就不要给自己留后面 现在呢 因为下半场要即将开始 我要去找苏友鹏来讨论 到底我们要唱这首歌 我们一定会成为 全场最燃最爆最稳的组合 OK 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有一首歌 你听听看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我其实想借这首歌 来表达 我其实一直非常的支持你 我做自己 千面男爵的态度 看我的立场 所以我选了一首歌 什么歌 陈奕迅的《想想弄》 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一个更大的要求 让他多跳一点 哥 你唱的也比我好 跳的也比我好 你饶了我吧 老师你故意埋个坑 让我跳下去是不是 到这首歌 你就说我在欺负你 知道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时候让大家知道 等大家说一下 是你在欺负我 知道吗 因为这首歌整个节奏 整个韵律 都是一个重新的创作 一切都是未知的情况下 我自己就会很忐忑 马上把刺打出来吧 我觉得 我来唱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次的机会 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完成它完全不擅长 甚至没有碰过的一个东西 我张不开嘴 我跟不上溜 你说难受不难受 哎呀 我就是嘴跟不上碳 一二三四 换二三 应该是有三十年没合作 但是合作的默契 开心的氛围 也就是跟家人一样 就我不敢说 我们是最狠的一组 每一盒奶下面有一个数字 第一号啊 就是第一个表演的人 一二三 张绍涵第一个表演 唱响天赐金曲 唱响有机生活 加油 加油 终于来到了 我天赐的声音的下半场 有三位常驻合伙人 已经寻觅到了自己 心仪的那个飞行合伙人 那么有一点遗憾 王立宏老师本场轮空 也很享受 好 也很享受 那我们的音乐合伙人 张绍涵 以及他选择的音乐伙伴 王熙 为大家带来 黎明前的黑暗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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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纹善本产》 那怎么才能感情 《行者》 孙元时不详 朝向命运的耳朵 视野不灭的恶疼 那颗星在闪烁 挣脱黑暗的落寞 不敢是谁的过错 信仰年少的梦想 做着不过梦一场 收不清的野火 勇敢面对生活 打破负数加拉索 结果那么赤裸裸 路途看看有个客 打不打了那么多 何必任由他说说 说什么 我们成熟大雅 一群个白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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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熟交易 连着人生运行 一群群群运笔 哪有何才有何放弃 我们定着小火 走着内面经证 即使心中白鸭 那只是心灭 我们书些感情 尝尝悲情书鸭 看过其实道理 那将即使 等待理你 空 空转明明的歌声 潇向命运打转 誓言不灭的歌 那颗心在闪烁 心若黑暗的落寞 不敢是谁的过错 信仰年少的梦想 走着扑过梦一场 烧不清的夜火 勇敢面对沉默 打扑扑鼠架索 结果那么赤窝窝 路途看看又可可 怕不到了那么多 和别人拥有家书说 守着梦 风 带不走过 带不走过错 剩下了执着 孤单的我 心不停在闪烁 唱着黑暗花魄 时刻准备着 当场里面的歌手 跳向命运打转 誓言不灭的荡 那颗心在战手 挣脱黑暗的落寞 不敢是谁的过错 信仰年少的梦想 挫折不过梦一场 烧不清的夜火 面对面对生活 道路无数假作 结果那么赤窝窝 路途看看又可可 他不跳得那么多 若别人有他诉说 守着梦 恭喜有这么棒的表演 我相信因为大家都没有听过他唱Rap 对 这个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 对对对 王熙真的是让大家眼睛为止一亮 跨度挺大的 是 就没想到这个男低音Rap这么好听 特别稳 然后跟这个少涵冷冽的女生 搭起来有一种莫名的和谐 这种被打压想要逆境求生的心情 两个人合作的真是天赐的合作 谢谢 我来说一下吧 在这个舞台上 说一些看似正确的话太容易了 真的太容易了 太能吸粉了 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常规做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 王熙 你声音条件那么好 真的特别好 从原来那几档节目 我就一直在关注你的声音 我真的希望如果你想尝试Rap 真的可以做得非常好 甚至你用你的低音也能做得非常漂亮 它只是这首歌 它的节奏限制了 限制了你的发挥 这个低音泡喊麦啊 它真的不一定合适 它反而拉低了你的level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Rap不是这样的 Hip Hop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喊麦 土味喊麦 其实我觉得Rap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我觉得它的也是成立的 只要是好听的都成立 但是呢我会觉得 如果两位在选曲方面 可以再尝试一下其他可能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形式的碰撞 这个歌曲实际上 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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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其他的内容 然后我觉得 至少说你们两个的合作 又给广场舞大妈们 贡献了一个可选择的可能 其实这个歌不是很好唱的 丁老师 对 很难唱 这首歌我不知道丁老师听过 原来的编曲吗 其实原来的编曲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现在甚至是把它 往另外一个不同的level去 朝着那样的level去做 把它做得更大 更有世界感的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作为艺人艺术家 声音艺术家们 他们的追求一定是 不断地突破 朝好的方向突破 应该是向上突破 而不是向下兼容 像这样的rap 对声音的要求很高 如果你的声音跟咬字不好的话 其实会听起来很尬 但是他的声音就是 就是把这个每字每句 都表达得特别地清楚 然后而且很有张力跟力量 谢谢 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谢谢 这首歌是我在网络上 知道它是一首算是神曲 我觉得王兮的声音 它应该可以在这首歌里面 扮演一个全然不一样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来一个 完全全新的一个改编 就是希望跟王兮之间 可以有一个新的火花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下 我们也应该向上 就像花一样 向下扎根 向上开花 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 扎根土地 才是任何植物的 唯一的生存的方法 真的感谢现场的朋友各位 给他们二位送上的 所有的评价和祝福 感谢你们两个人 谢谢 谢谢王兮 谢谢 我们第二位登台的合伙人 将是苏友鹏和他选择的 飞行合伙人陈志鹏 共同带来的这首歌 正确的念法应该是 下眼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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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呜呜 导演唱 李莊 躺在冰窗上 冬夜不想懂 看着荧幕上的脸孔 有个陌生人 出现不到一分钟 她戴着一剪斗篷 扮演着一条龙 她戴着一脸笑容 烟火平凡的梦 到底她的名字 她的生活 普通不普通 没人断 而且我是人 陪我偏通通 飘扬过海带着笑容 寂寞天地中 成为我的大英雄 她能够让我感动 谁管她红不红 她知道自己有用 谁管她愁不愁 到底她的过去 她的未来 成功不成功 没人懂 不管哪有多不同 有人这样努力 我就觉得光荣 我的头都不再痛 能够生存就要输空 普通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敢说 总有人没敢动 不知名的眼睛 不管有没有观众 想想梦 好莱坞是演员们的美梦 两个太遥远的彩虹 好莱坞是演员们的美梦 两个太遥远的彩虹 爱自杀不懂得她 看不懂 她能够让我感动 谁管她红不红 她知道自己有用 谁管她愁不愁 到底她的过去 她的未来 成功不成功 没人懂 嘿嘿嘿嘿 关她偷偷不偷偷 有人这样努力 我只觉得光荣 我的头都不再痛 能够生存就要输空 普通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敢说 总有人没敢动 不知名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观众 假想梦 嘿嘿嘿嘿ober 我们一起来 看她偷偷不奉偷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还有人家的努力 我只觉得光荣 我的头都不再痛 能够生存就要输空 偷偷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歌颂 总有人没感动 不许你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分钟 假战狼 是什么 跑错棚了 正因为自己成讯啊 你 粉衣服的 你扮演的龙最受欢迎 隔壁的人都在等你 赶紧走 好凶哦 走了 快点 谢谢啊 赶紧的 跑错棚了 猜测不知道对不对啊 这个是一个剧中剧 戏中戏对不对 你们其实本来就是耍龙的 对不对 他是歌词里面那条龙 我是他师弟 他是那个三师弟 三师弟 二师兄 你想要做二师兄 我也不介意啊 对 有这样的一个 戏中戏的设计 是谁想的呢 是我想的 就是我们一起 一起出道的 当我看到志鹏 受了这么多的争议 只是为了要做自己 我从来没有正式的 发声过 所以我特别选了这首歌 来表达我对他的支持 他在我心目中 就像歌词里面 陈玉讯看到的那一个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那条龙 他娱乐了自己 他成为自己的英雄 他是我的英雄 好 大家喜欢吗 那份默契啊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变质 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你可以从这个 另外一个人身上 你可以感受到 我完全放心 有他在的感觉 就像亲人间的爱 我们在你们的表演当中 我们在音乐当中 为什么音乐这么伟大 就是真的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开心的 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感动 谢谢你们的感动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这次来真的学习很多 也听了很多 很真实 很诚恳的告知 然后也都吸收进去了 那未来有机会再来 我觉得 会比这次更好 而且 在这边要郑重地告诉大家 我们家二师兄 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表演者 请给他掌声鼓励 应该是有三十年没合作 但是那种合作的默契 开心的氛围 是没有办法用言语的 就跟家人一样 接下来第三组 胡彦斌和余文文 带来的爱之初体验 加油 他把武台炸掉 炸掉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请真实点来告诉我 不要走多默默地走 像像自己一样的半年 如果说你真的要做 把我的小面黄面画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如果说你真的要做 把我的一切都带走 让回忆再也没有用 我们也再也不讲究 什么天长地久 只是随便说说 你爱我那一点 你也说不出口 你认识了别人 就把我丢一盘 天气弱的夏天 你的心想寒冷冬夜 想要买酒来郊游车 与懒暖不想出去走 电视频道新闻再播 发现我已经散心了 如果就你要离开我 请尝尝点爱告诉我 不要偷偷默默的走 像上次一样的伴娘 诶诶诶 诶诶 诶诶 不知道找什么借口 不知道说什么理由 是不是一条路走到尽叫做 别灿烂翻茶路口 我不会玩了 你不会强求 我对你就会毫无保留 也别期待我护约你等候 你说过的话其实没什么鬼 想爱一场到底对有还是对手 不想再去废话 大家的实在太难受 是不是爱情理 我们从来都分不清对错 爱过恨过差过 哪过贵过没有结果 酸了疤了 以我情深流行都会坠落 分量喝了 好的坏了 都得不必啰嗦 这么多难过的 要怎么追求 都是谁犯了错 爱过恨过 差过难过 最后愿意见我 算了白了 比我情深流行都会坠落 分量喝了 好的坏了 都不必啰嗦 这么多难过的 要怎么追求 都是谁犯了错 都不必啰嗦 我对你没有失望 我对你没有失望 回忆过去的时光 更多的还是悲伤 我不会挽留 也不会抢救 我对你只会 毫无保留 什么天长地久 什么天长地久 只是随便说说 你爱我那一点 你也说不出口 你认识了别人 就把我丢一旁 天气热脱夏天 心像寒冷冬夜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什么天长地久 我要偷偷摸摸地走 只是随便说说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你爱我那一点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你认识了别人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就把我丢一旁 听诚实的来告诉我 证定为爱情流淋泪 未来你的天都会 也不会还有我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听诚实的来告诉我 不要和他默默地走 像上次你一样等待我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又可以还给我妈妈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没人家都不理你啊 走了 没到少人家都不理你啊 好听好听 冰冰哥 我觉得太精彩了 就全部让人 就是沉浸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包括两人的表演里面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呢 是刚刚突然有一个碎玻璃的那个声音 就我就 一切都没了 先桌子 冰冰吵得挺凶的 觉得你好像 我不够凶啊 文文也懒得理他了 文文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我生活中的状态 我也懒得理 我现在倒不是想要评断 刚才他们那个表演怎么样 我现在是更期待的是冰冰 下一次要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她该玩的 已经玩到底了 文文的这样子比较带一点鼻音 一点中低频的这样子女生的声音 其实是很特别的 在花语乐坛 而且放到这个歌里面 我觉得她辨识度很强 而且你的节奏感 哇 很厉害 谢谢 谢谢 第一次音准没搞好 这次把节奏搬回来一点点 OK 非常享受 谢谢 谢谢 我们听一下我们的 声音鉴赏团的朋友们的 建议和评价 真的应该感谢胡彦斌 他确实带来了 非常精彩的表演 包括刚才这段 非常非常好 我们下边都 都在欢呼 都炸了 胡彦斌老师 在上半集的时候 送给余文文的那盒 经典有机奶 喝奶可以希望我们 有一个更纯的这样的合作 跟更好的合作 过节要送礼 送礼送什么 送经典有机奶啊 喝了没有 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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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陪伴我们创作的一晚上 所以才会有这么漂亮的表演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三组表演都已经结束了 有请胡彦斌老师先回味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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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听 好好听 我们有请另外两位 配信合伙 陈志鹏 王熙 现在请我们的音乐鉴赏团 对最终结果进行合议 现在请我们的音乐鉴赏团 对最终结果进行合议 三维老师的作品已经在神仙打架了 每一首歌里面都加入了rap的部分 今天这一题还蛮难的 从选曲层面来讲的话 张绍涵 我认为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首 所谓低俗的网络神曲 改编制作上 以及张绍涵和王熙的配合 在这首歌里是非常成功的 胡彦斌老师跟云文文的这首 改编得非常非常好 EDM的形式 HIPHOP 很新鲜 整个人都能跟着摆动起来了 陈志鹏和苏友鹏的表演 他超出了单纯的音乐的范畴 通过整个表演传递给你的这种 所有平凡人都应该有梦想的这种理念 我觉得是应该被传扬下去 畅想天赐金曲 畅想有机生活 让我们进入经典天赐时刻 见证本期金曲的诞生 五 四 爱的初体验 本场最佳 这一定是会往下传承 而且会变成一个经典 三 二 我选择黎明晨的黑暗 贾加弄 让我选择的话 我会不遗余率地选择这一首 合议时间到 各位声音鉴赏团的成员 请公布你们的决议 经过声音鉴赏团一致合一 我宣布 本期推荐金曲是 5G视频手机双方等更清晰 全新Operino 3 Pro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内在无法虚假 有机同样如此 这项经典13年坚持有机 成就3.8克乳蛋白 敢于真实 开启有机新生活 要把Cpart推向世界 要在神武四称把三界 去认识更多朋友 去迎接每一场战斗 我是黄鼓胞 我玩神武四 你呢 Make me crazy Can you feel my hear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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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t you bring me Think your body Me Sink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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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防抖更清晰 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5G视频手机 双防抖更清晰 本节目由全新 OPPO Reno3 Pro 互动支持 本期推荐金取试 吴彦斌 余文问爱的初体验 吴彦斌 余文问爱的初体验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很幸运 然后可以遇到这么一个惊喜 最主要我觉得他跟我一起来合作这首 《爱之处》底下声音非常的搭 还是他改编的好了 确实是一个音乐宝藏 因为这首歌如果给我想怎么改编的话 我一定不会想说把这么多不同的元素 然后包括说唱 我都没有想到这首歌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藏 登陆独家音乐合作平台QQ音乐 扑狗音乐 酷我音乐 收听节目 精彩音频 唱响天词惊曲 唱响有机生活 再次感谢 今年有进来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 我们下周见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腾讯视频 爱奇艺 优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登陆独家音乐合作平台 QQ音乐 扑狗音乐 扑狗音乐 收听节目 精彩 上微博参与天词的声音话题互动 助理歌手挑选最想在舞台成绩的歌曲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松影 天词的声音 新闻早知道 聆听天词的声音 记录美好生活 上抖音 搜索天词的声音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蓝天下公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